大家好,我是Chill 我今天來到這個是中正山是不是 我一個高中同學 最Chill我真的輸定了 然後我們今天泡咖啡 然後我的咖啡都給他買的 然後這是我朋友家的咖啡 叫做老爹草山小農老爹咖啡 專業的手法 帥氣的臉龐 好啦,因為Youtube版權的關係 我很怕這個音樂整個會被消音 所以我來講幾句話 總之現在就是一個泡咖啡的過程 然後我在這邊旁白 因為我還是想讓大家知道 在山裡面泡咖啡聽音樂的感覺 這樣是不是非常爽 聽聽瘦子看看能不能變成瘦子啦 我朋友家在做咖啡就是爽啊 咖啡自由 真的咖啡自由 我跟你講很扯日 還冰的,還連冰塊都有 太爽了 嘿,現在在這邊 現在已經四五點了 四點多過五點了嘛對不對 然後這邊很涼耶 其實你就覺得山下很熱 其實山上這邊還蠻涼快的 我覺得如果自己平常有一些露營 或是一些咖啡的用具啊 就去找一個地方 但是這邊好像是不太能夠開火對不對 對啊 警察剛剛要過去 要看一下我們有沒有開火 如果有開火的話 他可能就會趕緊走 你如果說要稍微泡一下 他其實不太會理聽你 而且其實非常的爽這樣 出飯應該是要用那個啦 你用保溫服什麼的一些就OK 對啊,像我朋友他現在 這個 這個箱子啊 這個 這個箱子 裡面就是保冰的 然後他就買一些冰塊放在裡面 像我們剛剛都是喝冰咖啡嘛 對啊,就還蠻爽的 然後等一下看一下 開箱他的那個 器具這樣子 他說他今天沒有帶很完整 然後這是我的小喇叭啦 我非常多顆喇叭 改天有機會我也開箱一些喇叭給大家看 他大部分都是B&O的 那其實你就是帶一台iPad啊 或什麼的啊 或是放音樂喜歡的音樂 然後一些 藍牙喇叭就可以在那邊 坐一整個下午 然後帶點吃的啊 在那邊坐一下 然後 晚一點的話 有些人可能會帶一些燈來啊 或什麼的 但是現在我們等一下 天稍微黑火就要趕快下去了 開箱一下啊 我們choo味 你也被冠上choo的名字 所以我朋友叫做choo味 大家好 你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啊 choo味 這個是我的裝備啊 他主要都是自己挑的啦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本身個性也是很喜歡自己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並不是去說找一個很大一族的配件 然後我反而是一樣一樣去試 然後不行 我們就換掉了 呵呵呵 就把它賣掉了 再換新的 這樣子不錯不錯 那首先介紹就是 你看這個箱子 你第一樣買是什麼 我第一樣買就是 Stanley的便當香啊 呵呵呵 因為這個真的看起來非常 非常有 就軍風的感覺 嗯 因為我很喜歡軍綠的東西 呵呵呵 然後其實這樣泡咖啡 既然就是泡咖啡的一些基本用具 嗯哼哼哼 這個是我拿來當下壺的一個 下壺 對 什麼是下壺 怎麼拚 咖啡的下壺 就是下面的這個壺 喔下壺 呵呵呵 那你看起來它的樣子很怪 它其實是一個 杯子 鍋子 它其實是可以Stanley的 然後它可以 它可以煮東西 呵呵呵 但是我 因為我覺得 我要帶來戶外用 所以我不想要 它很容易破 破爪或怎麼樣 呵呵呵呵 所以我一般它會用那種玻璃的下壺 嗯哼 反正是用這種 嗯哼哼 然後當然就是 基本的還有 我們的爐具 那這個就是 把它來煮熱水的部分 然後就是Snow Peak的 哇這個名字太貴了 呵呵呵呵 怎麼大家就知道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有了爐具嘛 那當然也有煮水的器具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要稍微介紹 就是CALITA的 那它是 我覺得如果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基本上 一定要一支 可以直火加熱的爐子 呵呵呵呵 就是直火加熱的 那個 手沖壺啦 嗯哼 因為它是可以直火直接做加熱的 呵呵呵 因為現在一般手沖壺 很多是不能直火加熱的 嗯哼 我覺得這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 那我們就可以做煮水的動作 嗯 那當然 煮水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開始磨豆子 應該不用再磨吧 呵呵呵呵 已經磨很多了 對 那我磨豆子 是這一支 Easy Easy Prezzo的 嗯哼哼 看一下看一下 對 這支也是蠻 不會到很貴 就是大概一千 一千多兩千塊左右 對 那CP值非常的高 那大概我家裡也有一支 就是 C40 但是那支我捨不得帶出來 呵呵呵 要捨得啊 買了就要用啊 呵呵 那支價格太高了 呵呵呵 那這個也是非常好磨 但是我覺得這可能風味上 就是它的研磨的那種精細度 可能就會沒辦法調成那麼多 嗯哼哼 但一般 我覺得單純就是野外使用是非常足夠 嗯哼哼 好 那最後就是 我們的 濾杯跟濾紙的部分 那我的濾杯是這個 我不知道這個牌子叫什麼 呵呵 好看就行了真的 我覺得這個濾杯也是蠻好用的 那其實這樣 用起來就大概是這個 這個感覺 嗯哼哼哼 那下次有機會我們再 再來再拍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們就多來拍 不喜歡我還是要拍 怎麼樣 呵呵 那大概 大概的介紹就是這樣 好 我們今天就謝謝我們去有味啦 呵呵 好 大概介紹一下它的這個用具 這個Costco買的 而且這還可以放杯子對不對 對啊 哇這還蠻棒的耶 喔我也要買 我也要買這個 而且這個超棒的 這個它剛剛放在這邊 那其實 其實呢把它擺上去 這又是一個小檯面喔 好爽喔 你才是真的Chill Chill味大家記住 呵呵呵 好 超Chill 酸 這個帶出來 喔這椅子也不錯耶 這個 現在這邊是夏天喔 可是還是有枫葉 那其實可能它的溫度差就會來一點 然後 Chill味說 這邊的 枫葉啊 在秋天的時候 其實是很漂亮的喔 所以 偷偷的告訴你 好啦 我今天就差不多到這樣子 來就是走走啊 大家看一下說 欸其實很多人在 呃 自己的生活上啊 就規劃一些 欸蠻有趣的方法 也是提供大家參考 欸 怎麼樣讓自己過得更開心 更快樂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 在中正山 你自己亂找吧 你就找那個 中正山 你就隨便找個地方看看這樣子 啊如果被抓就不要怪我了喔 好今天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好啦 我的咖啡也不能白喝 有空也可以找到老爹 喝喝咖啡聊聊天 然後呢 我在回去的路程上 欸發現這邊還蠻漂亮的 就隨便拍了一下 順便為我今天 這個 林圓咖啡 做一個結尾 然後這個 下山的時候看到夕陽 還是真的很美 好啦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個 一日的VLOG 大家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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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